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侯爷 今天的事我都知道了 和葛虹联系这件事 你当初到底有没有出过面 此事一直是秦勇在座 我未曾和葛虹见过面 那就好 真有这么严重 你可知天兴学院在我大齐国 是什么地方 当今陛下年轻的时候 也是学院学院 如今楚伟神那老东西 在朝堂上死活揪着我们秦家不放 严毙我们秦家破坏天兴学院秩序 这件事若是处理不当 对我们秦家而言 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我们秦家 好歹也是五王世家 为大齐国立下国标秉战功 可以说整个大齐国江山 有一半是我秦家打下的 陛下 还不至于如此绝情吧 你动个屁 正因为我们秦家军功太过显赫 所以才要更加紧是小心 目前这么多年一直从军很少归来 这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防止圣上无端猜忌 我们家封儿前不久大破大卫国上万铁骑 换作普通侯府贵族之后早就性胜将军了 为何封儿还只是一个小卫 原因难道你不懂吗 那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能怎么办 陛下和楚伟臣那老东西的怒火必须平息 逼不得已 要将秦勇给交出去了 不行 你放心 秦勇在我家兢兢业业这么多年 我自然不会轻易将他交出 只不过死最可灭 活最难逃 他现在人呢 把他给我交过来 这 这个 你又做了什么 还不快说 难道非要将我秦家拖下水吗 秦勇已经被我派出去了 你不会是 那小贱种伤了芬儿 我又岂会让他活过今晚 不仅是他 包括秦月池那个贱人 我也要他死 让他们两个为芬儿的伤付出代价 什么 来不及了 秦勇一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估计现在已经动手了吧 你现在去 只会萤火上尸而已 你 我什么我 我只恨我自己 之前太人死了 没有早点下手 把他留到今天 如果我之前狠下心来将他废了 不然又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事到如今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来人 把和秦勇亲近的下人都叫来 通知几位长老 立即召开家族大会 是 你要做什么 我会在家族大会上 直接宣布秦勇被这家族暗中勾结葛红 蓄意破坏天兴学院大考 他亲近之人 立即处死在秦家刑堂之中 什么 还不是替你擦屁股 我马上就紧急灭胜 将此事全都推脱到秦勇身上 便告知陛下 秦勇畏罪潜逃笑了不明 我秦家正全力追捕 看是否能够平息陛下的怒火 终于突破人间后期巅峰了 九星神帝绝 不愧是传说从天界流传下来的功法 的确强大 请你命运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 达到了不逊色于武于天才的程度 但是如今的身体强度 却还差了许多 如果我的目标 只是重回巅峰的话 那已经足够了 可想要击败封少语和上官西尔 我需要变得更强 必须登上到 我过去都不曾企及的高度 我只有超越前世才有机会报仇雪恨 多会曾经属于我的东西 谁 尘儿 是娘 娘 你怎么来了 外面冷 快进屋吧 娘亲的手好凉 是在外面站了多时 娘没事 娘只是今天高兴 睡不着 一下子想起好多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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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